罕见,朱镕基1月之内多次亮相官方报道,图,看中国记者燕青刘综合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近一个月来非常罕见的多次亮相官方报道中,相关新闻备受关注11月2日,据香港中联办官网消息,习近平以及朱多现任或退休中共高层,对扎梁庸金庸的事实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在官方报道中,朱镕基也对金庸去世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这是朱镕基近期多次出现。 在官方报道中的其中一次,朱镕基近期或官方频频报道,这在已退休的中共高层中实属罕见。 据陆媒10月16日报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于10月11日召开会议,今年90岁的中国前总理,清大金管学院创院院长朱镕基亮相与历任院长何颖留念。 朱镕基在合照时,需要有人搀扶10月12日朱镕基及夫人劳安会见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2018年会议的顾问委员,10月18日朱镕基拜访其劳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袁宝华视频显示朱镕基和夫人劳安,像坐在沙发上的袁宝华握手问好,穿黑色大衣的朱镕基站着时要旁人搀扶但精神,不错。 朱镕基10月23日90岁生日到来之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于10月19日刊文致敬朱镕基,著称健康常受乐享天伦公开资料显示,朱镕基曾在文革中被迫害后平反。 朱镕基调任国家经委1988年4月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1989年8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91年4月朱镕基赴京,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1992年10月朱镕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1993年3月朱镕基,被任命为排名第一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同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直兼任至1995年6月1998年3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2003年3月朱镕基卸任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历来被认为是江泽民的死对头,据悉江泽民从上海开始就嫉恨朱镕基,当时将任上海市委书记,朱任上海市长1989年,六四后他俩先后调任中南海,将任中共总书记朱任副总理。 朱镕基,曾在19大后不久高调露面力挺习近平,是19大后首名公开力挺习近平的中共退休常委,除了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吴启力、刘云山、李瑞环和吴关正等过去一个月左右,也以不同方式露面。 同期传出中共19届四中全会,将嗨蛋召开日期余再延迟。 清华大学政治系员讲师吴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近期退休高层官员频频公开亮相,这种突然非常不合常理,表明目前党内斗争似乎还不明朗。